目录先看一下 第一个是安装 就是我们要通过交手架来安装 交手架叫express generator 这个交手架就是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通过工具 可以一键生成一个express的开发环境 就不用我们再去亲自手动去搭建 我们这一张讲的express 以及下一张讲的call-like框架 都有交手架 然后我们常用的前端的框架 比如说Vue和react也好 都有交手架 Vue是VueCR 然后react是create-react-app那个东西 都有交手架 所以说交手架是个好东西 不用我们去关注什么东西 然后我们一下子之后一运行 然后就完事了 然后交手架生成代码 生成了代码之后我们就介绍一下 我们光生成了不行 我们还得介绍一下 它生成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介绍完之后 我们再写一个简单的处理路由 就是我们用express来做一个web-source web-source主要的就是路由 我们先看一下路由是怎么处理的 以及这个处理路由呢 我们会对比一下 之前的我们的路由是怎么处理的 看一下它们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 看一下用express框架呢 它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好处 代码会有多么的简洁 最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中间键的使用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一下 中间键是怎么去用的 好 我们先看一下第一个 就是安装express 这个比较简单 大家跟着我的东西的演示来运行就行了 首先我们要安装一个叫express generator的一个工具 当然要全局安装 然后呢是通过这个工具 安装完之后就可以通过express这个命令来生成一个项目 最后呢我们去install 然后去运行就可以了 我们直接一代码演示吧 进到我们这个目录下 这个目录下有我们所有的演示代码的目录对吧 在这呢我们就直接创建一个叫blog express吧 然后进入进入之后 这是空的对吧 我们在这儿去执行就行了 npm install express-generator-j 就是全局安装对吧 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一下这个淘宝金箱的一个地址 这样的话安装会快一些 其实安装这个角手架工具 因为它是全局安装嘛 所以说你在什么目录下执行的无所谓了 这个全局安装在什么目录下执行的无所谓了 所以我们回车看一下 稍微等一下应该安装的很快 这样就安装完了 我们安装这个npm install 这个完成之后呢 我们其实想生成的就是这么一个目录对吧 所以说我们到上一层来 到上一层来呢 我们把这个目录先给它删掉 删掉之后呢 我们再上一层去执行这个express 然后把这个blog express再重新生成一下 因为这个目录我们已经删掉了 删掉之后呢 我们用这个目录的名字呢 去出化一个express的项目 好回车 好这样已经完了 我们看一下 这个目录已经有了对吧 然后已经有了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blog express里面有什么东西 它里面已经有东西了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刚才执行的这个命令 就已经把这个blog express这个目录给建好 以及生成了好多好多的东西 然后它提示呢 去cd这个目录下 然后去运行 然后去执行就可以了 所以说我们cd到这个 就是进入这个express这个目录下 然后npm install install后面呢 我们加上淘宝进行的目录 这样会安装到快一些 好大家稍微等啊 好 install完了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运行这个npm start 运行npm start之后呢 我们试着去访问一下 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是个什么端口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在这个里面 打开这个bin文件夹 然后有个3w的一个文件 或者名3w文件 然后我们找到第15行 这有个port对吧 有个port 然后它默认的是应该是个3000 所以说我们去访问一下 这个logohost3000 好大家看访问是不是已经成功了 已经显示了express已经成功了 welcome to express 就说明我们的代码真正的去跑起来了 然后在这个环境下 我们先停一下 为了方便我们改代码之后 重启我们还是使用我们之前的这个node mode 还有这个cross environment 好我们再把这个淘宝进行的地址给它靠一下 好 粘贴一下 我们安装node mode 按装这个cross environment 这两个东西 其实在我们之前讲不用框架 开发webserval的时候已经用过了 所以说我们这就直接安装了 好 稍微等一下 印码就好 这样的话 安装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打开这个packader.json这个文件 它现在只有一个start对吧 start然后这个node里面 start执行的什么 是执行的这个node bin3w 我们之前在讲 就不用框架讲的时候说过 这个bin里面呢 我们要放一个执行文件 对吧 然后这里有个3w 那3w它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之前的这个 我们先关掉我们自己的 看一下这个blog1里面的 我们也加个bin对吧 里面有个3w.js 然后这个里面呢 就是获取了这个attp 然后从这个app里 .js里面获取了一个 回料函数 然后通过grace.js创建的这个sore 然后去监听的这个post对吧 这样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当时讲过 我再回顾一遍 这个3w这个文件呢 其实就是专门的提供一个 attp的服务对吧 然后attp服务里面 回料函数是什么呢 我们在这个app.js里面 去设置的 对吧 当时我们重点提到过 这两个为什么要分开 其实我们关掉 然后合上这个blog1 在这个里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在这个bin里面 这个3w里面 这一组东西呢 就是为了提供一个attp的服务 只不过呢 它这写的比我们稍微复杂一点 其实这块呢 大家就不用去关心了 因为它这块呢 都是一些标准的代码 所以说我们不用去关心它 它这个地方的逻辑呢 和我们之前那个blog1里面的 这个3w.js的逻辑是一样的 就是只关心提供一个attp的服务 然后这里面呢 真正的回料函数呢 是我们下一节要讲的 这个app.js里面的这一坨东西 所以说我们刚才看端口 这个port我们是从这个里面看的 对吧 以及我们刚才打开的 这个package.decent这个文件 运行start的时候呢 也是直接去运行的 这个扩植性文件 这个bin里面这个3w 所以说我们刚才安装了 node mode之后呢 我们可以加一个dev的一个命令 dev呢 怎么写呢 首先cross environment 然后node environment 等于dev 然后node mode node mode 执行什么呢 bin3w 这个地方呢 和我们之前在blog1里面 讲package.decent的时候 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跟这个是完全一样的 其实我们刚才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把这块直接拷贝过来就可以了 当然我们重新数据了一遍啊 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 这块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个 就是环境变量的参数 以及通过node mode 去监听它的文件的变化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再去干嘛呢 我们再去npm rundev就可以了 对吧 好 这个时候就已经抛起来了 抛起来之后 我们再去刷新一下 这个3000的这个端口 就已经出来了 对吧 我们可以关掉这两个 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 blog express里面这个文件的目录 这个b里面呢 我们刚刚说过 这个里面是专门去执行一个 http的服务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load modules里面是我们安装的插件 这个不用说了 public里面呢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静态文件的一个目录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专注的是做什么 做一个web store 对吧 所以说静态文件我们暂时用不到 所以我们不管它 但是public里面呢 大家看它放的是什么 image 图片 javascripts 是gs 然后style sheets 应该就是css代码 对吧 这些全部都是静态文件 我们先不管它 然后roost里面呢 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路由 这是它的实例 这个root呢 就是跟我们block1里面的 这个src里面的这个什么 这个router里面的 这个block.js和user.js 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这两个可以对应起来 再往下 vios vios里面大家看 全部都是这个.d的这个文件 我们打开一个error.date 对吧 它放的是什么 有index.date 大家看这里面 有什么h1p 这明显的是个什么 这明显的是个h1的模板 对吧 我们开发的是一个web source 所以说我们先不要关心这个模板 就是vios里面的东西 和public里面的东西 我们都不要关心 再往下呢 是app.js 这个app.js呢 和我们之前做的block1里面的 这个app.js 也是基本上是完全一样的 不是说代码完全一样 是不是这个作用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我们先关注它 再往下呢 就是packetlock.dysin 和packet.dysin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这是npm关系的一个配置文件 所以说我们总体看来呢 这个blog express这里面呢 我们认识的文件都是我们之前已经做过的一个套路 对吧 我们不认识的文件 一个是public 一个是vios 为什么会这样呢 我们给大家解释一下 为什么它有public和vios 因为我们通过app.js交手架安装的这个文件 它是一个什么 它其实不是一个纯webserver的一个开发环境 它是一个全站的开发环境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做过php啊 做过gsp啊 做过asp啊 这一些动态网易的一些技术 那个时候呢 还没有你现在的这个前后端分离 就是做这个前端的人呢 他也要会写pvp 会写java 会写asp 就是会写vb语言 跟这儿是一样的 对吧 这儿你做前端的人呢 也要会写动作gs 所以说 它是把这个什么 把这个sore端段的功能 和这个网易的功能集成在一块了 就是说这套东西 它原本是用来干嘛呢 是开发一个全站的项目的 就是前端的页面 做后端的jQuery 做数据库的链 它是做这么一个项目的 但是我们的课程的目标 不是做这么一个项目 而是做一个纯后端的项目 因为我们现在更推崇的是 前后端分离 对吧 前端做前端自己的 你用voe也好 用react也好 对吧 后端做后端的 其实小纯的项目 可以用这种方式来做 前后端一块做 你看这个vios里面 它就是一个简单的模板 它也没有说用到我们的一些 什么voe的一些什么技术 对吧 想用的话 我们还得提升进来 但是那样的话 我们就相当于前后端不分离了 前后端不分离 其实是有 唯于我们现在比较经典的 前后端分离的这种开发方式的 所以说我们不那么用 既然说它这个目录下 它是支持前后端不分离的 那么我们用它来做一个 纯后端的东西行不行呢 那当然可以 对吧 我们只要忽略这个public 和忽略这个vios 这两个目录就可以了 像我们其他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用啊 对吧 我们反正做的都是一个 后端的接口嘛 它反正也有这种功能嘛 我们只不过是把它 其中的一些public 就静态文件和这个vios 这个itemium模板 这些功能给它忽略掉就是了 就是我们不用它就是了 我们只用你的后端 这一部分就是了 并不妨碍这个开发环境 会是一个很好的 一个express的 一个后端的开发环境 我们在后面做的时候 大家就应该能体会到 好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开发环境 就部署完了 部署完之后呢 我们接下来重点看一下 这个app.gs里面 是什么东西 这里面它有好多好多东西 我们都要解释一下 我们看下来 就是这个玩具 的 优优独播剧场